昨天中国说要捐赠组合屋给花莲的灾民 中国给的是小恩小惠 傅坤其却误以为是大恩大德 组合屋是花莲灾民需要的吗 还只是增加政府安置灾民的困扰呢 0403花莲地震跟921震灾大不相同 历经了25年 安置灾民也有更有效率 更有品质 更与时俱进的做法 难道中国要给的 傅坤其就不能say no吗 灾害的第一天 花莲县政府跟傅坤其委员就不断的提到组合屋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国台办马上在这一次傅坤其委员去了以后 就说这个组合屋也可以把它送到花莲县政府 很明显的是很表示 从灾情的第一天开始 中国就已经在做相关的政治操作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 包括中央还有社会各界 大家努力在做救灾 那从一开始就在到灾民的安置 那接下来要重建 那最后还要振兴的一个工作 那行政院都有完整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也已经拟定超过这个新台币200亿元以上的这个预算 要来进行整个灾后的一个案子还有重建 最后最后如果还有所谓的这个组合屋的需要 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 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 并不是所有的灾民 希望要住这个组合屋 组合屋的一个新建和居住 其实背后也有蛮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部分希望就是说 能够调查灾民的意愿之后 再来做考量 傅宽吉的傅中团没有主体性 更切缺代表性 形成的安排受制于中共 讨论的议题更听命于中方 昨天中国说要捐赠组合屋给花莲的灾民 中国给的是小恩小惠 傅宽吉却误以为是大恩大德 组合屋是花莲灾民需要的吗 还只是增加政府安置灾民的困扰呢 0403花莲地震跟921震灾大不相同 历经了25年 安置灾民也有更有效率 更有品质 更与时俱进的做法 就是中央政府现在提供的租金补贴方案 政府每个月提供最高1万8的租金补贴 更进一步的协助煤盒履宿观光业者提供灾民 更及时更有品质的住居安置 而组合屋在25年前是不得已的选项 组合屋从新建管理到后端的拆除 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现在有更好的方法 为什么要走回过去的组合屋老路呢 难道中国要给的 傅昆奇就不能say no吗 我们再次呼吁傅昆奇的副中团 你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请向中国表达 共鸡不要再来扰台了 黑心的食品也不要再来入侵台湾了 这才是表达台湾民意真正的声音 这一次傅昆奇委员带着那么多的地方型立委 甚至还有一些部分区委员到中国 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配合中国所谓的地方包围中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中国会借由跟地方的政府 又或者说地方的立法委员谈条件 比如说我的中国的团客 指导台湾特殊的县市 承认九二共识的县市 比如说这样 又或者说签订特别的协定 又或者说像从灾害的第一天 花莲县政府跟傅昆奇委员就不断的提到组合屋 我在参与的每一个场合都听到他们在提组合屋 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国台办马上在这一次傅昆奇委员去了以后 就说这个组合屋也可以把它送到花莲县政府 很明显的是很表示 从灾情的第一天开始 中国就已经在做相关的政治操作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 当每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自己透过立委 去跟中国谈的时候 他就是在弱化台湾中央跟地方权责的划分 本来由中央讨论的事物 全部由地方政府来承接 用这样地方政府来包围中央的一个方式 去破坏台湾现有的法治 但是不管如何 就算中国愿意释出这样的一些利多给地方型的立委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一定是地方型的立委要有什么东西来跟中国做交换 中国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开放这些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国家安全来换 这些立委呢 回到台湾之后呢 来修订台湾相关的反渗透法啊 国安无法啊 中备六年变四年的法令 这就会变成呢 我们用国家安全去换中国的地方 来包围中央的一个战略 还有他这样的一个战术 这个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结果 大陆参门国台办那边宣布说 要捐赠花莲这个组合屋 那会觉得因为目前我们需要是重建预算比较多 还是有这个组合屋的需求吗 好我想从地震发生到现在 包括中央还有这个社会客界 大家努力在做救灾 那从一开始的救灾到灾民的安置 那接下来要重建 那最后还要振兴的一个工作 那行政院都有完整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也已经领定超过 这个新台币200亿元以上的这个预算 要来进行整个灾后的一个安置 还有重建 那民间的善款目前捐赠的 也已经有超过14亿元这么多 所以包括灾民的一个安置 政府提供了多元的方案 包括他自己去租房子 或者是一清 只要有契约都可以申请 另外就是政府也出面 跟我们花莲的民宿 还有旅馆业子来洽谈 那也可以住在民宿跟 要不要重讲 可能那边要稍微挡一下 要不然我重讲 抱歉 帮忙挡一下 要不要请问音乐 没关系 好 我想整个灾后的一个重建 从一开始的救灾到灾民的安置 还有现在的这个重建 还有以及后续的振兴 现在已经领定了超过新台币200亿元以上的一个经费 要来进行相关的工作 并且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提供了灾民安置的这个多元选择方案 包括他自己这个找这个租房子 或者是一清 或者是政府我们这个跟花莲的旅馆 还有民宿业者洽谈 也可以住旅馆或者是民宿 那最后最后如果还有所谓的这个组合屋的需要 那我们也请花莲省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 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 因为并不是灾民 所有的灾民或者有灾民 希望要住这个组合屋 现在调查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也不晓得灾民的一个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 不过这个方案 如果发现县政府有需要的话 中央政府其实都可以来支援 因为从过去九二亿的一个经验里面 组合屋的一个新建还有居住 其实背后也有蛮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部分希望就是说 能够调查灾民的意愿之后 再来做考量 此外刚刚也讲 中央的一个预算已经有超过两百亿的经费 那民间的捐款在中央的部分 也有超过十四亿元 那在花莲县 捐给花莲县应该也有四亿到五亿元之间 所以我想民间的善款是充足的 政府的经费也是充足 那就像我今天来中山参加这个慈慧堂的 这个祈福的活动 据我所知 其实花莲地区也有这种大型的宗教慈善团体 如果有组合屋的需求的话 他们也可以直接来做新建 所以我想台湾的善心是满满的充满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应该是实际的一个状况来做考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